8月24号 国金办就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条例有关情况召开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盛荣华介绍 当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的网络安全形势非常严峻复杂 当前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面临的网络安全形势应该说还是非常严峻复杂的 网络攻击威胁上升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高级持续性的威胁 网络勒索 数据窃取等事件可以说是频发 危害经济社会稳定的运行 而我们现在网络安全保护工作也还存在了一些短板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基础还不够扎实 有一些不弱环节 资源力量也分散 技术产业支撑不够 这都是我们存在的一些短板问题 需要我们建立专门的制度 进一步明确各方的责任 来加快提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 安全保护的能力 盛荣华表示 坚持对外开放政策是中国的基本国策 条例并不是针对外贸以及境外上市而出台的 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是我们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 条例并不是针对外贸以及境外上市而出台的 条例是为了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安全 维护网络安全 那么长期以来我们是积极支持 我们是积极支持晚性企业 依法依规融资发展 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企业 无论在哪里上市 我看两条是必须符合的 一是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第二是必须要确保 国家的网络安全 关键信息基础实施的安全 还有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 如何做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中的重要数据出境监管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安全 西条区局长孙卫敏进行了回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40条规定 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运营者和处理个人信息 达到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数量的个人信息处理者 应当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存储在境内 却需向境外提供的 应当通过国家网信部门组织的安全评估 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网信部门规定 可以不进行安全评估的重启规定